通常来说,在困住上有部分游戏是免费的 那有少量的游戏是带中文语言的 只有非常少量的游戏是可以国内网络直连的 而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且不属非试玩demo的多人联机游戏 只有这一个 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玩乐 我是老朋友翟老师 今天带大家体验的是一款5月份 三角克力图Apple Lab商店的5V5团杖VR英雄类设计游戏叫X8 来自日本的游戏工作室用虚幻引擎打造 这应该是全平台到时候都会登录的游戏 虽然上手后不算是我喜欢的游戏风格 但出于免费运营 且可以国内网络直连并拥有完整的中文语言包 还是很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的 游戏里比赛模式以爆破模式为主 双方五对五攻守轮换 每一回合三分钟的战斗时间 某位VR玩家除了常规的枪械武器外 还可以化身为拥有不同技能组合和特殊道具的英雄 我看快乐度这边的评分也是有4.8分的评价 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玩起来还是会蛮喜欢的 那我们一进到游戏就可以直接在主界面进行匹配 这个游戏是没有服务器列表的 你直接点击这个匹配就会自动帮你连到线上已经开好的游戏房间 那在正式进入房间之前 你肯定是需要选择一下自己的英雄 在选择界面的左边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战友选择了什么样的英雄 然后右边就是剩余可选的英雄 这个游戏的中文翻译是相当到位的 它不像有些VR一体机游戏偷懒直接用那种激方来凑数 所以大家在选定英雄之前最好提前去阅读每个技能的详细描述 来选定最适合自己的英雄 这个游戏我看它一开始动画界面应该是有8个英雄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选择的过程中目前只有6个英雄 那作为性能玩家最好是提前去熟知每个英雄的自己的特色 我们可以在主界面的练习模式里面去熟知英雄的各个技能 每个英雄呢它是有三个技能一个特殊的装属道具 而每个英雄去示范技能的时候都是需要通过一个手势去解锁 后面我会给大家演示 这个手势解锁的速率会直接影响你在实际比赛里面的效率 那我们现在选择这个英雄叫做亡灵法师 它基本上是一个攻守兼备的技能组合 可以召唤一个烟雾般的球体阻碍敌人视线 你可以用一道有创透性的地狱火焰直接攻击敌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试一下技能的施放 我们按住左手柄的扳机键就可以跳出三个技能 你选择它之后你可以看到有三个关球 你要按顺序去点亮这三个球体 第一个技能我们手势移动只移动了三次 那第二个技能就会变成四次 同理第三个最强的终极技能就会变成五次 所以这个过程中VR玩家是绝对不能心急的 尤其是终极技能你这个顺序错了的话就会耽误你释放的效率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释放技能 最好是提前做一个预判 而不是真的要跟对方交火时去及时性的释放这个技能 基本上你是没有这个时间的 那选定好我们的英雄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跳进这个游戏比赛里面 一开始我们可以有一定的资金去购买你的主武器以及你的技能 你的具体的购买金额可以在这个五星栏的上方去查看 走到枪支面前 长按你的握扁按钮就可以进行购买 同样的技能你也是需要购买的 每局比赛大家要看清楚自己的金额余量再去选择购买 作为攻击方我们肯定要带一下这个炸弹 我们可以把这个炸弹安装到自己的手腕里面 那他这个炸弹的安装方式也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走到这个布置区域 我们可以从手腕里面拿出这个炸弹 然后我们双手用握扁按钮把这个炸弹给拉开 它就会被插到这个地面上 这个过程是接近大概五六秒 你就可以把这个炸弹安装进去 那同样的拆炸弹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你的右手手腕在没有炸弹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拿出来这个拆弹器 我们把它安置到上面 然后直接拉起这个拆弹器 慢慢的把这个炸弹从地面往上抬起来 这样就可以把它给拆除掉 那玩这款游戏总是会让我想到 Blaid Chips突击行动 不过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突击行动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设计游戏 但是这个X8它就会显得更娱乐一点 如果你对设计游戏要求 一定要是有一个非常拧真的设计手感的话 那X8肯定是不适合你的 而且因为有英雄技能的存在 有时候决定游戏比赛胜负的时候 往往不是因为你的设计水准 而是你使用这个技能的时机 如果你玩这个游戏能够去活用每个英雄 那你玩起来肯定还是比较有趣的 不过这个游戏我们并不能真的看到自己的实际服务器 延迟聘值 所以说你很难说国内直联的网络状况 是不是最佳的 因此不知不觉被别人这个虐拆爆头的情况 还是经常发生的 所以大家作为吸引了玩家进入这个游戏 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是陪着VR成熟Lonify的交互圈 如果您也是对VR相关感情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点赞投币转发生